大家好,1月14日在沙田有三组试集,和大家看看第一组泥地的千二米 第一组集的时间很慢,1分11秒52真的算是偏慢,很多高分码在这里,最高分125分是夏威夷 1月14日试集第一组泥地的千二米大集,高分码排六档开外,最后入集是赫尔玛房的满冠红 也搞定了,起步,前面快点是速递骑兵王虾王,慢点是肥仔宝宝 但最初那只,现在蓝三,红眼罩,超霸神区,走上了他放头,这次入集他就爽了些 中档第四位,抓到弹下弹下满冠红,里面拉到口默默那只是凌驾 中档位置都是全部斗得很紧要,飞马英雄都斗得很高身,最初是幸福笑容尾四 帖蓝尾三,自然辉煌,拍着肥仔宝宝,包了六尾,走外搭的就是夏威夷 转弯的时候,前面超霸神区,泥地上的前速就相当快,达了两个马位 速递骑兵帖蓝第二位,进占第三是满冠红 帖蓝那只是凌驾,外面是旺孝王 后面那排的四只,中间粉红面固自然辉煌,捉到实,肥仔宝宝拼出去,飞马英雄拿出去,推或者幸福笑容 大外档那只是夏威夷,最后二百米的时候,前面超霸神区捉住都还有个凌马位优势 圆蓝一直都按住,速递骑兵,外档那些上来,黄霞王中档,大外档幸福笑容 中档位置还有凌驾和自然辉煌,接近终点,超霸神区一放到底,黄霞王第二 铁蓝那只就是这只速递骑兵,大外档那只就是幸福笑容 中档走上去自然辉煌,粉红面固,拍着凌驾,稍微按住退,满冠红 后面肥仔,补补蓝衫,外面夏威夷,橙色衫包到六尾,飞马英雄 这组集时间很慢,捉到实,特别是看下夏威夷,超霸神区,黄霞王 不如说六号打后,六当打外的全部都是高分骂 超霸神区有九分水准,这货集很轻松,但纯跑泪地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肯跑,什么时候不肯跑 好像有点滚爆了,但怎样都好,状态有九分水准 黄霞王直到全程捉到实了,头额高了,很轻松回来 但有九分水准,时间慢,但跑吸气赛长期拖住 幸福笑容很健康,慢时间,但轻松自己走上来 给不到九点二五,九分水准,但跑千六千八,甚至二千米 这些马是长期要拖住的,赢又难,但可以差下位置 足帝奇兵在内南轻轻松松回来,又是九分水准 始终上季赢了三级赛,之后今年跑三场都是近而 没有什么特别的威胁,骑下去片的马,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是不是有点不太成熟,但总之 这马好像没有之前预期那么进步,评分都见了 凌鸽又是很轻松九分水准,又是有状态的 很轻松长江城定住,这只捉到实一实,长江城定住,九分水准 里面的自然辉煌,之前也说过,这只马应该 如果加个眼毛配备会好些,这次加了个眼罩明显很肯走 他在外地,在Skone赢了一场,拉士那场马,紧紧赢了一场 他加了个羊毛面枯,就赢了马,见到这货加了眼罩,很肯走 64分肯定有优势,我想要跑长一点,千四千六更加对 但是加了羊毛面枯才对,明显地对称下药,会OK的 肥仔宝宝,明显地力量未够,再看一次 接着两只一级马,松转转转,早就不肯走 伸伸脚子想走,但是力量未够,而且泥地真的不肯走 我看看他之后会不会再试个草地杂,但那些布还未开,8.5分 满冠红,轻轻松松上来,泥地好,轻的,新的 76分,现在转了马房之后,明显地有些进步,很轻的,8.75分 夏威如没有东西给你看,所以我给不到评分 飞马英雄也是爱丽金,爱丽金,爱丽金,巴西马来的 你看到他在当地的赛职,赢了一场一级赛,2000米,2400米 输的,在外地跑8场赢3场,一个比赛 不是以前那些级数,以前那些级数,马王级数 这只不是那些级数,所以今年的南美马,我有少少保留 这只是其中一只,状态未得的,未适应的 第二组集的时间很快,1分9秒4-3,快过刚才那组好 两秒,最高分118分的标志未来,看他试得多少 试试第二组,泥地千二米大集,准备妥当 起步,大家都几齊,刚才连发脾气那只幸运之神 他都不算说很慢,看回前面,都几只马在增持着 大家都不是几想放,总有一只马放的,抓住 放在前面,就晋王升,外面知道再胜都快 最出第三位,灰马就银池,三只都捉住 贴蓝那只,就穿勁快联盟,都是粉红衣 中档位置南白樊间三,就是陆恩神区 拍着外面圆圆动力,试乘千二米,未必抢得起 现在在中列的位置 后面有几只,中间很大只,捉到弹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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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只,成功财富,外面飙之未来,兜大弯给他 马丹中间,现在进至尾三,就幸运之神 包了到美领航大帝 入直路的时候,前面贴蓝的位置是晋王升 中间知道作性已经赶过了他,外面银池已经拍到上来 后面上来的马,带着面箍圆圆动力一拍,带着避箍的 就是陆恩神区,外面飙之未来,中间就是成功财富 幸运之神退一些,外面上去,这只是领航大帝 入面就有一只劲快联盟 接近终点的时候,知道再生已经出了大集 银池第二,第三是晋王升 后面平跑了几只,外面圆圆动力 中间就是陆恩神区,过中点飙了上去 就是这只领航大帝,成功财富是蓝眼罩 后面粉红衫就劲快联盟 中间幸运之神最出就是标之未来 好了,这些货集,特别看标之未来 好像真是害怕了一只马,不肯展步 知道再升,9.25,快时间 82分量尴尬一点,但是泥地是很厉害的马 这种是真的好适跑泥地 但是这货集9.25跑草地的话,都是拖脚稳较 1200米还差一点点气量 但是这货集试得好,暂时是1100马 1000马就不够快了,现在标之功能 没办法了 银翅,我想我还是要给9.25 他也是很健康的 但是跑草地1400、1600,应该好一点的 比1600、1800的 感觉上他的血统来地没问题 但是说他血统应该可以跑到长一点的路程 应该可以跑到1600、1800 但是来到香港之后好像缩住来跑好一点 第二,晋黄星评分没有优势 看到他沿途顶着内篮,回来不多 我勉强给9分水晋,但是长期拖脚 他有状态,但是很明显评分没有优势 陆恩神区,看见他一直逼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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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为什么?这只马流着跑会好很多 然后回来没有加速力,勉强给8.75 看到圆圆诅力也是很轻松 这只我会给9分水晋,这只马很健康 这只马很健康 但是可能没有什么评分优势 现在赢到上来68分,差不多了 领行大帝是这只马按住标上来的 挺轻松,自己越走越劲 是灯丢仔来的,这只马终于来了 9分水晋,开始不同了 这只马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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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叫Hinch Beast Beyond Baker 马房训练的马 有戴眼罩和有榜利 应该有眼罩和有榜利 在Canterbury贏一场远地,不厉害的Benchmark 64组别 跑手一场,2-win,4匹 可能64分要减10分落4班会好些 也都未够的 标志未来我都试得一般的,步步不是很开 宽顿不断比住比住,押住押住,他都不肯走 这货集我给8.5而已,我觉得他可以更加好的 净快乱门,未得的,不多说 幸运之神需要再集商测试,应该会再试多货集 而且状态是初起的,这款Shooting to Win 我经常说这种,四岁打后才好 风继续出现,是一种很特别的例子 记住Shooting to Win是Deepfield的Full Brother 就是Northern Media的仔 基本上,大部份马都是在纽西兰配 跑长一点,和4岁才熟 但这种是差不多的 都是大大尺尺,但色水不同 我想这种马应该有用过,雷神肯和他试 但这些货集不给予评分 看完两组集,看完最后的一组 第三组集时间1分9秒84 正常时间慢过刚才那组0.41线 正常,最高分是78分的惊喜 仪威搞定了,也准备妥当了 司集第三组开闸的时候 前面快的马是中档黄衫,有形有幅 第二位就是苗里德马房的仪威 走上最佳他放头,贴难第三 他也想抢马一份和团结必胜 外面起进之声 马林中间是他扣女的敬德鱼 另外一只文家梁马房的好时节跟着他 后面那只都是文家梁马房的电子兄弟 外面背三位置就是惊喜 暂时电后两只,电子宝贝贴难 中档位置是机械战士 转弯的时候,前面起进之声 他转弯的时候,他想放头 他现在贴难,带着马群过600米断柱 咬住第二位团结必胜 进占第三位敬德鱼 仪威开始退点,好时节也过了他 有形有幅,现在已经退到大概第六了 外面电子兄弟 贴难位置都上了点,电子宝贝 尾以惊喜拿出去 包到尾是机械战士,有点头额额 最后200米的时候 前面起进之声就搭团结必胜 充当位置,还有好时节 后面进占第四位加面酷的电子兄弟 拍着他里面那只有形有幅,外面惊喜 接近终点,团结必胜,好时节 双双抛到掉了 第三位起进之声,外面电子兄弟最出的就是那只惊喜 中档位置有形有幅,后面呢 过中点之后走上去就机械战士 拍着里面敬德鱼,中档位置是电子宝贝 包尾那只是仪威 我想仪威不给评分,待会特别留意这只电子兄弟和惊喜 因为电子兄弟明显是一只四班尾 而且有状态的马 团结必胜先啦,这只Astern的仔,现在到48分 这货集试得不错,9分水准 明显地 来了又是希斯的马,这只要特别留意啦 好时节是Headwater的仔来的 下线不是good journey,松松的地 泥地当然没问题啦 之前试集就输给人人之宝的货集 看到他按着也是会上来的 这货集他的脚,我嫌他 比较直一点 挺有力的 我觉得马可能三岁,还生一点 可以还有进步空间的,但现在已经9分水准了 起进之声我经常都说 在中转突然踩有的 然后到拉斯200自己停,这次150自己停 很尴尬,因为50分肯定有评分优势 但他常常都放到那一刻就自己停 不知道做什么事 到拉斯150米一定停的自己 所以我想我长期都是比8.75,有状态的 但他投注上只是一匹 拖脚的马,很尴尬的马来的 另外这只电子兄弟的状态是好的 不用前置都可以了,留住来追 都肯追8.75,带着任务面固很肯追的 有形有幅,骑下去都不多的 我说过很多次,两岁form line来的 就是这些 在外地两岁form line,三岁完全没有进步 输给Earth Light 虽然是输给Earth Light 输两个几马位,那场中央公园 两岁,但去到三岁是完 这些马是纯粹跑两岁form 全部跑了 虽然现在落到的评分很有利 42分 但状态是8.5 驚喜 明显地好了很多 醒了很多 我上周其实建议有人买的 但这只马来到香港之后 又有健康阻滞 进度不一样 但开始见到他 起码肯追马了 越来越近 看看他会不会报下个月二班那场2000米 如果赢了那场马 他可以9分跑打比 我想他不会跑那场经典的理赛 留意一下他8.75好了很多 明显地现在来了 但当然还有进步空间 电子宝贝上场赢得很美的 但这货集试得一般 这货集只能够给到8.5 我觉得他如势不好 当然了 上场泥地是很棒的 他包尾压地追上来 可以过到日日 和全众 全众之后都能够上名 日日够泥地是非常棒的马来的 所以 他这样的最后几步可以过到 其实他是出色的 头马 加了分之后 怕有少少压力 但是 这货集 试得一般的 纯粹是试集 净得宇 上年试集有点点走势 但金货集一般的 8.5 又不是说不给评分那类 但肯定要再提升状态 经验战士是斯托亚的 季内初出就跑第4名 然后就休息 休息到现在 其实他长长都不会输很远 长长不理 千二到千六他都会追 跑泥地当然没问题 草地 他是一只很懒的马来的 我常见到他 一进直路的时候脱口 他又不是说没有 但是好像上年也是一匹 比较乱水的马 9月19日之后不跑了 试买A货集 看看 10月之后就停了货一个月 到11月25日才粗 初起状态 8.5 算了不给 ت平方 一定会再试 而威进入马房之后 跟着前面走 就相反过了 本来这只马年也不太能力 但写初初出的那场 六十八倍我都找他走投 因为没捕捉他可以在前面赚 菊草 泥地都可以的 其实是Selvano这个种 但一定要跑长一点 1800-2000 给点时间啦 但我想这只马丁应该跑完这么贵都应该够不回 20分应该够不回 看完三组集了 应该没完其他集了 多谢大家收看 星期日赢多点 拜拜